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紫金 《明朝败家子》第十六章 抢买抢卖 王金元看到那个旗子 只感觉是玉库无泪啊 当初筹挫银子买方家祖产的是自己 为方济凡大肆收购乌木的也是自己 安前马后还以为自己从这个败家子身上大赚了一笔呢 谁曾想 自己赚的还不够人家一个零头 王金元眯着眼睛 肥多多的脸显得可怕起来 他眼珠子乱转 脑海中疯狂算计着 现在不只是沉船的原因 而是这乌木全部落在方济帆的手里 这家伙一人垄断市面上几乎所有的乌木 十倍的价格 随时吓人 可要知道 用乌木之人本就是大富大贵的人家 他们可能会少用一些 却非用不可 只是 他心里还有一些犹豫 却因为紧张 额头上清精爆出 似是沉吟了很久 说 七十两 只多七十两 再多就没有了 不过前提是 所有的乌木 需全部转售给小人 小人的银子现在有些不足 却可以筹措 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总之 必须一根不剩 如此天文数字的银子 当然需要去抽搓了 王金元甚至做好了四处找人借钱的准备 或是联合其他一些大商骨一起将这批乌木吃下 可为何要一口气全部吃进呢 这是因为他必须保证 市面上所有乌木都在自己的手里 如此才可将价格抬到最高 囤货举奇 乌木毕竟是奢侈品 并没有牵涉到柴米油盐 所以他也不担心官府干涉 七十两 站在一旁的红质皇帝听着 直接是目瞪口呆呀 而刘钱更是惊得下巴都想掉下来了 这 这算不算 强买强卖来着 方济帆却贴了心 心里冷笑 你王金元不就是想要垄断吗 想趁此机会 大赚一笔 虽是价格已经连番 可方济帆还不甘心 不带犹豫地摇里摇头 说 说了一百两就一百两 一文都不能少 王叔 你可别亲我傻呀 王金元咬牙切齿 虽然他还是认定 方济帆就是一个该子的败家子 可谁晓得 这小子失来运转了 见方济帆一脸无辜的样子 他恨不得给自己一个耳光 当初可是自己带方济帆愉快地收购乌木 还是自己为他提供大量银子 买下他家租产 怎么看都像是自己给这败家子做了嫁衣了 见方济帆不为所动 王金元要哭了 只是一笔大买卖呀 能吃下即便十倍价格收购 可只要运组得当的话 把价格炒起来也能大赚一笔 此时他眼眶竟有些发红 哭了 垂胸跌足的恨自己竟没有也跟着一块收购一些乌木 惊怒交加之下 上前想一把扯住方济帆的袖子 谁料扑了一个空 身子一歪跪了 双手却趁势一把抱住方济帆的大腿 方少爷 方少爷 有话好好说 八十 制度八十了 不能再高了 方少爷 咱们是老朋友 要讲道理呀 就八十两 请方少爷 格外开恩 格外开恩呢 方济帆怒了 你他妈的还要不要脸了 皇帝就在跟前 搞得好像我方某人当真强买强卖一样 于是方济帆略带恼怒的对他大喝 不要动手动脚的 再动手动脚 我可要不客气了 你看本少爷好欺负是不是 我 我 差一点 方济帆就说 我他妈要揍死你这臭不要脸 可转念之间 方济帆却说 我要报关了啊 我要报关了 九十两 黄金元咬着牙 终于爆出了一个 他认为方济帆足以心动的数字 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错过可就没了 趁着现在其他大商骨还没反应过来 必须得和方济帆达成协议 他抓着方济帆的裤脚擦了擦眼泪 一脸可怜巴巴的说 不能再多了 方少爷 咱们是朋友 是朋友对不对 小人这预付定金 银子 小人定会安身抽搐 一文不少啊 方济帆咬着牙 很坚定的说 一百两 黄金元依旧跪在地上 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做了一辈子买卖 自以为聪明 原以为还狠狠从方济帆身上大赚了一笔 不料人家转手就是十倍的利差 而自己错过了一笔多大的机会 他身子瑟瑟发抖 好 一百两就一百两 所有的乌木 一根都不得了 现在就缴定金 我就请保人 方济帆其实也知道 这等囤货举棋 只要自己乐意 甚至可以将乌木炒到一百二三十两 也没问题 可他知道这样太费时费力了 与其如此 不如一口气 将所有乌木全部以百两价格 都售给王金元 毕竟王金元这些人 才是资本运作和囤货居齐的高手 别急 方济帆吵他笑了 本少爷这儿还有朋友呢 方济帆心中大好 抬眼想起皇帝老子了 却发现皇帝老子竟已是 悄无声息带着人 无影无踪了 方才自己和皇帝说到哪儿了 哦 想起来了 皇帝老子指责自己欺行怕事 哎呀 好像自己没来得及解释啊 方济帆看着远处 一行背影越来越远 忍不住想要追上前去 好好解释一番 可刚迈腿却发现自己依旧被王金元死死抱住大腿 方少爷 方爷 方公子 咱们现在就请保人 我拿地契和房契作底 当作定金 咱们一言为定啊 方济帆有些懵逼了 怎么好像自己是遭遇了强买强卖了 而另外一头的洪志皇帝 带着一行人行色匆匆 直接摆驾回宫 今日的所见所闻 真真的令他难以消化 在这他天天待在暖阁里 地龙烧的暖阁里暖和如春 可洪志皇帝却还是觉得手脚有些冰冷 常年累月的操劳 使他身子孱弱 何况这一次出宫 一时令他变得慵懒起来 刘前小心翼翼为他垫了垫子 撕毁了宫 刘前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倒是这时候 洪志皇帝却猛地抬眸 一双眼眸盯着他 刘前的心脏猛地一跳 如猛在背 不敢直视这锋利的目光 顺势一下子挥败在地 奴婢万死 洪志皇帝便撇了过去 抬头扫视这暖阁里的一应气 方才淡淡地说 朕便懒闻时 这历朝历代 所吸取的教训之中 为偏听偏信四字游审 何也 偏听则不明 偏信则暗 今日 朕差一些 竟重蹈了覆辙 这是朕的舒适 刘前 不可有下次 是是是 奴婢 奴婢万死 刘前磕头如捣蒜 他心知陛下越是这般漫不清心 可越是动了怒了 此刻早已魂不附体 额头重重磕在地上 只见那上头已经是血肉模糊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此经